我想先说几个简单的事实 长期以来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 在南海兴风作浪 对地区和平稳定 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的 不是中国 需挑动南海争议 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的 不是中国 动辄派大规模先进舰机 到南海搞军事侦查 军事演习 非法闯入有关国家 领海领空 及岛礁临近海域空域的 也不是中国 关于采取上述行径的是哪个国家 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都非常清楚 希望美方官员不要颠倒黑白 美国喜欢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所谓南海仲裁案说是 言必称 基于规则的秩序 那么请美国 先加入公约 再说 之后 基于